嘿,大家好,又来了 11月9号,北京 现在是凌晨的5点40,清晨的5点40 今天呢,不跑21了,今天略微减量,跑16到17 所以就没有金谷宫,现在是在中华门外这个中长街上 来看一下街景 前面那个红绿灯那儿就是景山那条路了 就是五四大街 今天第三次这么拍视频,以后多跟大家闲聊聊训练 减一减速,还是有些冷,今天比下两天好一些 但是嘴其实还是冻僵了的,大家听我这个土字 哎,还是可以听出来了 今天呢,啊对,大家看这儿,不知道这个一框钱能不能看见啊 这就是那特务名的那大宅子 哎呀,八公里了,上个公里四分三十三 今天也慢下来了 跟大家聊聊训练 呃,进入冬季以后呢,就不要太拼速度 一开始,先习惯起温 因为,就是在这个温度下 呃,如果像我一样只穿,只穿一个压缩裤 那,那那个腿和脚 的肌肉,基本上是冰的 你的感觉会有些 不灵敏 有时候会受伤 等适应了这个,起温像北京 比如说进入十二月,哎 就可以加速度训练了 我觉得 同样呢,冬天的穿着跟夏天也没法比 冬天负重会多一些 然后,会相对没那么灵活 所以,你的这个速度训练的配速 也要适当的降一降 有时候降个五秒左右 前面就是故宫的北门 然后景山的南门的小街 再往前就是北海了 今天还有个事儿啊 昨天夜里的 就九十点吧,十点还是十一点 波尔顿,明年的波尔顿 第二一百十六街,二零二十年 不是这个马尔顿,从开始报名 然后呢,今天早上起来 四点多,马尔顿报了 而且它就很奇怪 去年报的时候,没有二零二零年的无锡 的选项要守田,守冬田 今年还没有 但是今年有二零二一年的无锡 不是太多 但是呢,好消息是,今年 但是,今年恢复了三万个民族 所以呢,达标的机会就一来问题不大 因为,现在我这个年龄组就是三十五以上 这个组,三十五到四十吧 是三零五,是达标线,BQ 然后呢,每年都是大概三零二,三零一左右 然后去年一下子到了二零五七 是因为去年少了一半的名额 所以像大学录取一样,要看最后一名的成绩 今年应该就会恢复了,在三零零左右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今天训练还是比较有动力 马上我就到故宫的北门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景山的南门 景山公园的南门 然后这边就是故宫的北门 你看以前那个清王朝的时候 从自己家后院出来,又进入一个大后院 加油训练,前边又管上天然大街了 十六公里了,十五公里到三月围了 以前并从十几公里开始加速,一直加到иход이엇唆大 四零零三五九一公里 上两个公里都是三五九 我们到三里围了 但是就是焊胎了 雖然还没开始营业 这开始营业居然晚上不开灯了 SOHO这边就没有灯光 这就是工作日 如果是周末这个时间跑过这 全都是刚玩完的小孩们 有时候觉得还是年轻挺好的 看阿迪也都黑着 只有特别小的广告片 这个旧的衣裤关了 搬到那边去了 都是施工的 趁着凌晨和夜里 团卫工人 代价的小哥 训练结束 17.23公里 平均425 但是呢是这样 前12公里基本都在430开外 前5-6公里都在440甚至450 然后之后的5-6公里在43级 上了平安大街 最后的8公里7公里7公里开始加速加到400 刚才最后的几公里是400 359 359 差不多 嗯 还行 因为今天是连续的第三个训练日了 所以 不好21 调整一天 然后明天呢 一般我这样 明天看身体状态 如果今天调整完了不太累 明天是一个慢速21收尾 如果累呢 明天就去跑一个还是16-7 或者是15 但是呢 加几组两三百米的冲刺 就行了 加几组七八组的样子 然后 拉伸一下 也只有冬天 或者怕冷的 我们这样拉伸 像夏天这个环境全是稳住 停了以后就赶紧得往家走 在电梯上都会被养 那行 今天呆呀 努力训练 明天见